大家好,我們回到Present Perfect Tense Part 2 上次講了四個什麼時候用到Present Perfect Tense 的情況 簡單來說就是,只要這件事是由過去某一刻開始直到這一刻完成 無論那件事是這一刻停,還是早幾秒停,還是未完的 總之我直到這一刻,計到這一刻,都叫做現在完成式 所以,你見過定義比較闊一點,有很多不同的事件都是屬於這款Tense 裏面 今天很想講多兩個情況,就是什麼時候會用這款Tense 第五個例子就是,當我們是做一些剛剛完成的動作 都可以用這個現在完成式 例如,I have just finished my English project 我剛剛完成了我的英文的專題研習 什麼為止做just,但是什麼為止做剛剛的 可能是五秒前,可能是三十分鐘前 可能是一個小時之前 Depends on 你那件事發生的時間的重要性和時間的長度 舉個例子,可能我五分鐘前去完廁所 現在又去的 那我媽媽就問我,兒子你沒事的,又去廁所 那五分鐘對於他去廁所來說,應該算是短,對不對 除非你很肚餓,你可能吃錯東西 如果不是你不會,不會五分鐘去一次廁所 又或者例如,某個同事剛剛走了 可能十分鐘前走了 有人來找他,可不可以找誰 找郭Sir 我說,喂,Sorry,我郭Sir走了 十分鐘前 那十分鐘對於郭Sir走了 可能是一件剛剛發生的事 可能他回家煮飯 但是有些事後,例如他 假設昨天美國發了火箭上去月球 假設而已 我想昨天,雖然是24小時之前 但是這件事都是重要性很高 以及這件事的維持是長久很多 昨天可能去一個月,可能去兩個月 一日時間都算是just 但是如果昨天去了廁所 你不可以說剛剛去完廁所 所以這件事是相對的 沒有一個很特定的定義 第二個,第六個的解釋 就是當我們講一些經驗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到present perfect tense 舉個例子 他說,Have you ever been to Japan? 你有沒有去過日本? 他就說,Yes, I have been to Japan for 4 times 4 times其實不需要課 打多了課字 4 times,即是說我去過日本四次 何時又何時? 由你出生那一刻直到這一秒 去過4次 又或者你說我沒有去過的 No, I haven't been to Japan 我未去過日本 即是說,由你出生那一刻直到這一刻為止 你都未去過的 即是說你可不可以明天去? 可以 可不可以出現去?都可以 只不過我就說,由過去 出生直到這一刻為止 都未去過的 所以我們最多時候 其實present perfect tense 最常用的就是這兩個情況 剛剛完成 又或者是一些經驗上的問題 OK? 所以當我想問一個問句的時候 去到present perfect tense 一開始 用回has或者have 將has和have 抽到文句的最前面 當然啦 就是are you we day 用have he she is 用has 跟著你可以加有ever 可以不加 加了ever 即是說從來 意思是由你出生那一刻 或者由這個世界的誕生那一刻 直到這一刻為止 OK? 那後面的動作 動詞 都是用回pform的 用回pass participle 只要問句就這樣問 答句就是 如果yes 那就是yes I have 或者yes he has OK? 那如果no 就是no I haven't 或者no she hasn't 那所以啦 這個負面句就可以這樣答 你也可以加一個ever 或者never 下去的 OK? ever就是從來 never就是從來都未 那所以啦 如果ever的話 就要前面加一個not 下去的 即是I haven't ever OK? 那如果never never的end 已經代表了是從來到尾 所以 在never前面 就不需要加not I have never seen a while 事實上 多數我們會用這個答句 I have never done something OK? 所以 ever就是從來 never 從來不 這兩個字要懂的 那再說一些 irregular verbs 大家要懂這些字 都是那句 如果未背熟完的話 即是把這個假期 即這個時間 去背熟了它 例如b 我們可以轉sm 如果past tense 就是what were 如果past principle 就是been go when gone do did done seesaw scene 這些大家都懂的 或者have has hat hat 如果lift的話 live live 都是加d 這些大家都應該懂的 那最後 我們來個checkpoint 第一句 他說 have Malaysia 應該是has sorry has Malaysia rain today 今天馬來西亞有沒有下過雨 你就說 yes it has rained for days 他們已經下雨 下了幾天 幾天前直到今天 這一刻 都有下過雨 OK 又說第二句 Suzana就問 Have you ever gone to Malaysia 這句是甚麼錯呢 因為gone就是高的pp 現在他是想問 你有沒有去過新加坡 你的地方 就是問你有沒有去過旅行 假設我的問句本身的setting 就是在香港 在香港 例如我問你 你有沒有去過新加坡 意思是說 已經是暗示了 有沒有去過 兼且有沒有去過 他曾經身處那裏 如果gone的話 如果gone的話 就純粹是問你有沒有去過 所以 在 grammar上這個 我不可以說你錯 但在意思上是不對的 正確答案應該是 Have you ever been to Singapore OK 有沒有去過新加坡 即是說 有沒有去過 兼且有沒有回來 已經包了回來的意思 因為 他曾經身處那裏 如果gone的話 就是你有沒有去 只去 不回來 你去過旅行 你不回不回來 對不對 所以 答句 如果想答 no no的話 一定要 之後加 not 如果第一句 a yes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你又答 yes 又 never 這句不合理 第二句 yes I have been to Singapore 這句本身 我打錯了 我本身想答 gone I have gone to Singapore 是不對的 I have been to Singapore 這句其實是對的 第二句 B是對的 C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I haven't never 因為已經有haven 的not 所以 been never就不需要再加下去了 應該是 I haven't been there 或者 I haven't ever been there 最後 No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這句就是對的 OK 所以答句上 其實B和D都對的 OK 這裡留意 那 今天講的關於Present Perfect Tense 就這麼多 我們下一課 看看會不會再講多一點 關於它的用法上 特別是它和Past Tense上面 什麼時候會用哪一款 這個是大家注意到很亂的位置 OK 我們下一課再見 那 記得看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有什麼問題的 問我、問郭Sir、問Vis都沒有問題 OK 我們下一課再見